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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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这双靴子也是写了我的名字 这双靴子搭配这一套 它们颜色之后非常统一又相互呼应 然后下面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套呢 也是我这次非常喜欢的一套 这件呢是那种有一点偏灰色的雾霾蓝的一个衬衣 这件衬衣呢也是COS最近新出的一个新款 当时就是刚刚在网站上看到图片 我就觉得这是我的衣服 这件衣服就是可以成功的hold住各种风格 你可以走那种文艺风啊 性冷淡风啊或者那种OL风 或者那种比较酷的风格 它是百分之百的真丝的 所以这件衬衣的价格在COS他们家的衬衣里面 还是算比较贵的 它整体的衣裳也比那种普通的衬衣长一点 下面要配高腰的裤子的话 就不太好全部塞进去 因为实在衣裳太长了 这个蓝色就是蓝的很高级很有质感 然后我这次搭配了一个这个 就有一点油化绿的这种法郎的耳钉 想要跟大家隆重推荐的呢 是这个外套COS的嘛 是他们秋冬的款呢 现在美国官网上已经在打五折了 就太夸张了 但是中国还是原价 中国的小伙伴真的太可怜了 其实这一件我很早之前就看到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买 就是好几年前 我已经买过这件衣服的一个短款了 它是这样的 版型和这个面料都一模一样 这件大衣的这个版型呢 也算是COS他们家的常驻经典款了 就基本每年都会出 已经买了三年四年了吧 它现在这个面料真的是完全没有乞求 挺爱穿的 它外面这个面料是百分之百羊毛的嘛 小硬比较厚的那种 所以穿在身上是很有型的 如果你这样敞开穿的话 是很有气场的 如果这件衣服你把它系上穿的话 就会显得整个人非常的修长 比较适合矮个子的一个常款大衣 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最近都非常痴迷的一个单品 就是这一双宽威的帆布鞋 真的很多年没穿过宽威了 这双呢它是Chuck Taylor的复刻系列 它比那种普通的系列 它鞋底稍微要厚一点 而且它的鞋底是稍微有点亮面的 整体看上去感觉更加复古 它这个鞋底是加厚的嘛 所以走起路来 它这个鞋底超级软超级舒服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宽威居然也会打脚 所以我现在就把它当拖鞋这样穿了 那天穿它出去走了一天嘛 这个地方就把我后面打破了 我的天哪 这上面居然还沾了我的血 我的妈呀 然后下面这一套呢 也是一个大地色系的穿搭 然后也是比较适合在秋冬的 羽绒湖外套或者大衣外套里面的一个内搭 这件毛衣呢 也是ICY设计师平台的 它是那种姜黄色拼生咖啡色 然后拼这种燕麦色 然后它的领口呢 也是这种半高领 它整个毛衣的这个版型是比较偏宽松的 下面就比较适合搭配一些比较收紧的下妆 就比如说一些紧身裤啊 我这次搭配的这个散裙 它是腰这里是收紧的 然后下巴是散开的 所以就是为了配合这整体的形状 我在它中间系了一根腰带 让腰这里稍微有一个收紧的效果 我觉得它正反的这个拼接真的很好看 就正面和背面完全可以有两个不一样的感觉 上半身这个针织衫呢 也是H&M的 就是它的这个领口的设计 是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的一个设计 这一件的价格也是超级便宜 质量跟价格也是对等的 它的面料就很薄 穿在身上稍微有点透 第一次穿就觉得它领口这里 就有点不是特别服贴了 挤几次之后可能会有点变形 但是由于它这个面料很薄嘛 所以我觉得穿在身上确实是很修身很显瘦 我觉得这条裙子看到这个感觉 真的就很不上H&M的 我觉得它这个图案设计 还是非常有艺术感的 特别有中国水墨化的感觉 这条裙子它这个版型很窄 穿在身上也显得人特别的修长 就非常高挑的感觉 这两件价格好像都是100多200的样子 这条裙子就我想要吐槽一点 也是有点透 外面也是搭配了刚刚那一件灰色的大衣 大衣下面还能稍微露出一点点裙摆 这个灰色大衣无论是搭配这种轻薄质地的长裙 或者搭配裤子都是非常百搭的 这个衣服真的一看就是我的衣服 太有我的风格了 它就是我最喜欢的鸵色拼种大红色 是品牌宋德 它是一个设计师集合品牌 叫ICY 这个品牌现在在国内 就是找博主推广推的还挺多的 它们的风格就非常多元 什么风格都有 我就看中了它这个拼色 稍微有一点那种节日的氛围 它这个领口也是我今年比较喜欢的那种单层的半高领 然后它还有个小噱头 它的袖子这里是可以可拆卸的 好像没有什么拆卸的必要 就是秋冬一个比较日常的打底 不过它又有一点这种小设计 小心思在里面 就是你如果脱掉大衣的话 还是比较有亮点的 为了搭配它这个配色呢 我这次就搭配了一个红色跟黄色的一个格纹的一个半裙 这条裙子是H&M的 然后它的价格真的超级便宜 这件衣服的话 我觉得也是它的质量跟价格是对等的 这个面料就特别的薄 我觉得不太适合秋冬天穿 而且我最惊讶的是它居然没有内衬 而且在透光的地方就还挺容易透出你里面穿的什么的 里面一定要打底 搭配了这双高跟鞋 特别有那种复古的感觉 但是这双鞋的皮真的特别硬 这双鞋子我觉得就特别适合搭配散裙啊各种中长的裙 就特别有那种复古优雅的感觉 搭配了一件这个泰迪熊外套 这一件外套的品牌 大家肯定猜不到 它是Tommy Pugh Figure 一直都还有点喜欢这个牌子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那种美式学院风的 这件外套现在美国官网上面也在打七折 其实不是很推荐 因为它的版型真的太宽松太大了 这件我买的是叉小嘛 穿在身上感觉还是大了一个嘛 就感觉不是那么的好搭配 就感觉如果穿的不好的话 真的很像一只熊 而且很容易有一种贵妇感 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穿这种毛绒衣服 就很容易有贵妇感 我都不知道我是在推荐还是在吐槽 如果就是想避免穿这种泰迪熊外套 有那种贵妇的感觉的话 可以换掉这种高跟鞋 可以搭配一些更休闲的鞋子 就搭配一些平底的靴子啊 或者白色的运动鞋 或者那种宽威的帆布鞋 不过我想说这种泰迹熊外套 真的超级暴暖 是红色的内衬 然后上面有T和H的字母 正好这件衣服对我来说袖子比较长 我就把袖口稍微挽起来 露出它里面的内衬 正好跟内搭的红色 还有裙子的红色都有一点呼应 这就是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了 我最近买的一些东西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非常抱歉 过去这一个月更新都不是很勤 因为前段时间可能是 走入了一个创作的低谷 然后整个人也很当 店里面的事一直是我一个人在忙 所以我觉得今年估计要招人了 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 我去忙那些很琐事的话 就自己就完全没有精力 去创作更多的视频啊什么的 而且我也不想为了更新而更新 争取2019年 就是每周至少一支视频 加油 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里面呢 都能够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 离梦想越来越近 然后我们就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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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